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好了,成都这边刘善降了 蜀国算是亡了 可是在北方还有蜀国的势力呢 那就是姜维啊 姜维那边最早收到的是诸葛瞻战败的消息 这个消息传到剑阁 姜维立马就发毛了 马上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敌人都绕过我,打下棉竹了 棉竹下一个战落成,估计是守不住了 十万火急啊,火烧没毛了 现在最尴尬的就是姜维了 你说他守在剑阁这儿 如果撤吧 这中会就在城外呢 肯定率领大军步步紧逼啊 如果不撤呢 那更糟糕了 成都已经受到直接的威胁了 皇上可能分分钟保不住了 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自己是分分钟摊上大事要担责的 左右权衡了很久 姜维终于决定 不行,还真的要有表示才行 不能再死守了 他决定先退出来 守住八中 这样方便找机会增援成都 好,姜维一撤 间隔前线不就空了吗 中会趁虚而入 冰封直指浮城 也就是绵阳 另外他也不放过姜维 派出狐猎继续追击 姜维这个时候啊 是挂念成都的刘善的 所以他根本就无心恋战 也无心死守的 一看狐猎追过来了 于是就从八中退兵 继续向南走 准备驰援成都 可惜啊 也可气啊 走到半道上 居然接到 刘善已经投降的消息 同时接到的 还有刘善 要求自己投降的命令 姜维和他手下 浴血奋战的官兵们 如雷轰顶啊 这些人 怎么就得了软骨病呢 我们还在呢 怎么他们就降了呀 这些武将 都是血于火里边 冲杀出来的 蒸蒸铁骨 胆求一死 为国捐躯的 哪知道 这机会都没有了 个个给气得 义愤天鹰啊 纷纷拔刀 砍石明治啊 将士们生气了 可以拔刀砍石头 写写自己心中的火 但是作为义军主帅 姜维是不能冲动的 也不能去砍石头的 作为老大 最迫切的事情 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 为大家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可是 现在有的选嘛 国家都没了 我们这帮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国家不要我们了 敌人不待见我们 我们何去何从啊 人生选择的问题 真是古今中外 盖莫能外啊 考虑再三 江维终于做出了一个 对于他来说 极端痛苦的决定 那就是 服从命令 向中会投降吧 征战沙场几十年 和对手打的 你来我往 各有胜负 已经把恨 深深地埋到骨子里去了 可现如今呢 短时间之内 就被自己的主子 给出卖了 而且最后是以投降结尾的 这对于军人来说 是一辈子最大的耻辱 而且最为悲哀的是 即便是面临这种 奇耻大辱 你还必须强颜欢笑 忍着 江维率手下出降了 最高兴的 当然是中会了 中会松了一口气呀 强敌终于向自己 俯首称臣了 中会 字 世纪 尹川常摄人 就是当年 那个写书法很漂亮的 太傅忠尤的小儿子 忠尤可是大名人哪 几个儿子也很成才呀 比如老大忠裕 年纪轻轻 就做到了散计常事 成为皇帝身边的亲信 当然 弟弟忠会 那就更出色了 此人 为人聪明鸡警 加上 家庭背景好 又红又专 关系过硬 年纪轻轻就出道了 16岁 迈入官场 240年 正式成为秘书郎 254年 成为官内侯 在中围升迁的 这十来年的时间里 魏国内部政治斗争 正如火如荼 斗得激烈呢 司马懿 搞掉了曹爽 掌握了魏国大权 而魏国的雍曹派 不甘示弱 不断地反抗斗争 其中 淮南三畔 就是典型的代表了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所有魏国的朝臣 都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重新选择战队 选边战队啊 永远是政治圈里 不可泯灭的话题 有的人 选错了队伍 于是 身败名裂了 而有些人 选对了方向 于是 飞黄腾达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年纪轻轻 三十岁不到的 钟慧 政治眼光相当敏锐 他选择的是 死心塌地的 跟着司马家 公元255年 灌秋简叛乱了 钟慧也随着 司马师东征了 当时呢 钟慧才三十岁 还不算是很出名 只是一个 机要秘书而已 打仗的事情吧 他是帮不上 什么忙的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啊 却让人对他 刮目相看了 司马师不是在 平定叛乱的时候 眼睛爆了吗 回来以后 没多久 死在许昌了 改由他弟弟 司马昭 统领大军 司马昭比起 司马师来 水平是差了 一个档次的 这一点 当年他的父亲 司马懿都看出来了 实际上 当时的司马昭啊 各方面经验 都很欠缺的 美国皇帝曹毛下令 让司马昭 留在许昌 这是一个 把司马市政权 逐步边缘化的步骤 只可惜 被钟慧他们识破了 钟慧和复古商议以后 决定让司马昭 直接带兵回洛阳 司马昭回去以后 控制了朝政 成为辅政大将军 为他献祭献策的 钟慧也获得提升 签为黄门侍郎 东武亭侯 于是 钟慧由此成为了 司马昭核心圈子的人物 也正是从这一次事件开始 钟慧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 大放异彩 到了257年 诸葛弹在寿春发动了第三判 司马昭率领大军征讨 钟慧随着也去了 当时 东吴的幼大司马 全从的儿子 全义 孙子 全端 全篇 全集 等等 率领大军来救援 诸葛弹 哎呀妈呀 这熟起来 真是全家都来了呀 看到这种情况 钟慧就秘密写了一封书信 巧妙地离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结果 权益他们获训以后 开城投降了 后来 攻破寿春 一百功劳 钟慧最大 所以当时 大家都称他为张子房 子房是谁啊 那就是当年的张良啊 钟慧这个人呢 确实是年少有为 很有谋略的将领 但是 也正是因为 年纪轻轻 就有了巨大的成就 于是 他的心态 开始扭曲 走歪了 简单来说 就是想赢怕输 心胸狭隘 这一趟 南下讨伐蜀汉 中慧手底下的 军事力量最多 超过十万人了 吞并了诸葛旭的队伍以后 整体的兵力 有十三万之多了 可是 悲催的是 这么多人 围着一个小小的 建阁城 打江维 居然一筹莫展 江维手上 才多少人呢 不用两只手了 一个巴掌就数完了 哦 这都打不下来啊 这实在是 太没面子了 更可气的是 邓爱这个家伙 带了三万人啊 仅仅是三万人啊 却出了骑兵 绕过了建阁 走音平 偷袭江游 居然还成功了 拔得头筹 斩杀了诸葛瞻 成功逼降了刘善 打下了益州的半边天 这功劳大的 实在是让人眼红加眼蝉啊 哎呀 幸好 后来江维是降了我呀 如果是降了 邓爱那个家伙 我这张脸往哪放啊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之前我才说 江维投降 最爽的莫过于中会了 这终于有个功劳 能让自己稍稍安定一下 那一颗烦躁不安的心了 于是中会立刻上书 向司马昭请功 从对这事的处理上来看呢 中会显然这个时候 已经有点飘飘燃了 手上卫国的军队 有十几万 而江维那边 蜀汉的主力部队 又想给自己了 那你这么算算吧 整个中华大地上 三个国家的军队 合共加起来有多少 而中会又占了多少呢 换成是任何人 处在中会的位置上 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老子才是天下第一 我想打谁打谁 因为我手上的军队 是最多的 我一个人的队伍 都可以拉过去 和东吴开战了 和一个国家打我都不怕了 何况是一个人呢 啊 这个时候中会还有敌人吗 有啊 当然有了 那蜀汉灭了 正式的敌人没有了 那总得为自己 找个假想敌吧 这个假想敌是谁啊 邓爱呗 鬼让你那么优秀啊 嘿 更为要命的是 成都城里的邓爱 也开始飘飘燃了 为啥 因为这个国家 是我灭的呀 如果不是我率领 弟兄们 出生入死 冒险进入无人区 从悬崖上 直接往下跳 我们大卫国 有机会赢得这么快吗 说不定现在 还在剑阁 和将为玩命呢 对吧 长途奔袭 一只偏师 就让敌国的皇帝 束手就擒 那实在是创造了一个 耿古罕见的奇迹啊 现在我邓爱就是 成都城的主人嘛 当然是什么事情 都有我说了算了 而且 我们家的主子 对我表现 也是非常认可的嘛 刘善投降以后 魏帝国 立刻提拔邓爱 为太尉 当然 中会也有份啊 是为司徒 不过 在三宫当中 显然 太尉 比司徒 是要高一点的 两个人同时 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 这种殊荣 换谁谁不激动呢 所以 待在成都的邓爱啊 完全是一副 救世主的姿态 对于蜀汉的那些 遗老遗少们 他更是以恩人自居 他是这么说的 哎呀 你们是幸好碰上我邓爱了 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呀 如果碰到当年喜欢屠城的 吴汉之辈 恐怕成都已是血流成河了 哎 这里呢 邓爱呢 说到了一个历史典故 那就是东汉的开国大将 吴汉 这个吴汉呢 当初是在刘秀的手下 能争善战的 他最大的一个功劳 就是打入了四川 攻破了成都 消灭了刘秀的最后一个敌人 公孙树 不过他进城以后 血洗成都 残杀百姓 这也让他的名声 在后世传得很臭 现在 邓爱显然是以吴汉的功劳自居 但同时也强调了 自己不像吴汉那么残忍 你们好好地活着 都得谢谢我 我心好啊 哎 对那些遗老遗少说这样的话呢 倒也没什么 因为这些遗老遗少们 各个手无抓机之力 而且还是主动投降的 碾压他们 没人有话说 可是 没过多久 邓爱又开始对姜维 大家挖苦了 说 姜维自一时雄而也 于某相知 顾穷而 啥意思 就是说 姜维呀姜维 哎呀 好歹算个人物吧 只可惜啊 碰上我这个克星 那就彻底不好使了 哎呀 说这样的话 真是太不谦虚了 姜维可不是那些遗老遗少啊 他的功劳 他的武力 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呀 所以 说这种话呀 就难免让别人心里不舒服 客气一点的 就偷偷地在背地里笑话他 不客气的 心里边就开始盘算 怎么整一整邓爱了 其实客观来说呢 邓爱这个人啊 在打仗方面 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讨平蜀汉之后 他就开始积极考虑 征服东吴的事情了 因为在出征之前 大家就曾经讨论过这样的方案 那就是讨平蜀汉 然后顺江东下嘛 所以现在战略的第一步 已经实现了 于是就可以考量 下一步怎么走了 他上书给司马昭 缠明自己的观点说 我们应该积极备战了 不过主要方向 应该放在和平解决上 具体来说 就是封刘善为扶封王 给他一个相当高的待遇 给东吴的皇帝孙修 树立一个好榜样 然后再派使者过去 到东吴引诱他 看来邓爱也是明白 那个道理的 当初赤壁之战的时候 曹老板顺江东下 也没能成功 这就说明 硬打可能风险还比较大 所以先以劝降为主吧 从这个角度讲呢 邓爱的战略眼光相当不俗 能力是很强 但是 这只是他在军事方面的表现 在政治方面 他其实也缺一样东西的 那就是缺心眼 严格来说 邓爱就是不懂政治 不懂官场的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缺点 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了 为啥那么说呢 你看看他书信里写了啥呀 封刘善为扶封王 喂 刘善是敌国的皇帝 投降过来以后 封赏他 是朝廷的事情 哪是你的事情啊 你不经请示 代表我们家皇帝 给刘善一口气封了三个职位 这已经很有嫌疑了 好了 没过几天 你又要求封刘善为扶封王 你这是什么行为啊 你这是典型的 赤裸裸的收买人心的行为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 啥事你都在成都办完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领导了 在你心目当中 首都到底是洛阳 还是成都啊 成都到底现在属于谁啊 是姓刘的 是姓刘的 还是你姓邓的呀 果不其然 收到邓爱的上书以后 司马昭脸都黑了 立刻让监军魏冠通知邓爱 那 任何事情 必须先请示 不得自说自话 擅自决定 一打胜仗 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是吧 你什么德行啊 哇 这种话说出来 已经是相当严重的警告了 邓爱在这个时候 如果能及时警醒过来 积极改正 那还行 依然是咱们的好同志 可问题在于 看上去什么都懂的邓爱 偏偏就是不懂政治 他居然还上书为自己辩护 辩护就辩护吧 还说了一句要命的话 什么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你有没有搞错 这句话别人评价你是可以说的 你自己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为了证明自己这么做是对的 他还说 征服着蜀汉千里迢迢的 如果什么事都要早晚请示汇报的 黄花菜都凉了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恰恰是为了国家利益啊 这是见机行事啊 话说的是很漂亮 换个主子看了 也许会很高兴 可是你的顶头上司是司马昭啊 此时此刻的司马昭正考虑着怎么样取代姓曹的皇帝呢 呵 你邓爱倒挺好啊 已经提前做了我想做的事啊 所以你说司马昭对邓爱会有什么好看法吗 于是这一来一回书信来往之后 司马昭对邓爱的信任立刻打打折扣了 邓爱还不知道啊 老板对自己的不信任危机才算刚刚开始啊 司马昭毕竟在千里之外 他只是猜疑而已 另外一个人却近在咫尺 他的野心和对邓爱的敌视 就像沸腾的茶壶盖一样 摁都摁不住了 这个人就是钟慧